账上一千多亿在那睡觉 随不掩护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它要投入多少的资金 来发展它未来 能够掌握技术 能够引领世界 它是要有资本来支撑的 但是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野蛮人的敲门 2004年 美国开立集团趁着格力受创 想要以9亿的价格将其收入囊中 面对如此情形 董明珠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 谁也别想收购格力 开立集团以为是董明珠闲价格低 想趁火打劫 于是又提出聘请董明珠 年薪八千万 董明珠依旧不为之动摇 就算给我八亿元 我也不会同意的 最后在董明珠的坚持下 这件事才落下帷幕 董明珠为了证明给所有人看 就算没有美国自己 也能让格力发展得更好 终于在2015年进入世界500强 眼看着格力发展得越来越大 很多人都想横插一脚分一杯羹 宝能集团的姚振华就是其一 他曾向董明珠提出加入格力 面对他的狼子野心 董明珠果断拒绝 2019年 格力在经济方面受创 急需资金 无奈之下 董明珠只能公开转售股份 此消息一出 不少人都蜂拥上前 但董明珠清楚他们只是 为自己个人利益 并不是真的想帮助格力渡过难关 直至一个男人的到来 他就是投资界被称之为 中国巴菲特的张磊 面对董明珠时 张磊直接拿出一张卡说 董总 这里有416亿 我想成为格力最大的股东 这么大口气 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 董明珠低声怒道 张磊却丝毫没有 被董明珠的气势压下去 反而提出了三点 董明珠听后大为震惊 并改口答应张磊的请求 张磊究竟说了什么 一 进入格力之后 我虽然持有15%的股份 但我不会干涉管理层的任何决定 二 五年之内 我不会转让股权 格力可以放手去干 任何资金问题我来出 三 我会拿出4%的股份做奖金 来激励格力员工 而张磊这么做的目的 是因为他清楚地 知道格力的潜力和价值所在 不是只为眼前的一些矛头小力 不得不承认 之后在张磊的帮助下 格力顺利走向心理阶段 张磊究竟是何方神圣 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张磊出生于河南驻马店的 一个普通家庭 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河南文科状元 并进入人民大学 毕业后 张磊赴美去耶鲁留学 在那里结识了改变其命运的贵人 大卫史文森 史文森欣赏张磊的勤奋好学 不仅将自己的投资理念倾囊相授 还拨给他2000万美元创业基金 2005年 张磊回国 创立高龄资本 靠着敏锐的嗅觉和独特的投资理念 将仅有的2000万美元 全部投给了将要倒台的腾讯 当时不少人都说张磊脑子进水了 如今腾讯市值高达5万亿 而张磊更是获益400倍 之后张磊陆续投资了福耀 百利 美团 京东等800多家知名企业 高龄资本 从最初的2000万到如今超5000亿的资产规模 资本大鳄张磊只用了15年 15年做高龄 投了800多家企业 做了所有的事都为这本书做铺垫 还真是憋了这么多年 还真把书给憋出来了 张磊为了写这本价值 整整花了5年时间 已经推出 就得到了马化腾 董明珠 雷军 曹德旺等国内外50位大咖鼎力推荐 这是他首次公开自己的价值投资理念和投资准则 书中十多个经典的投资案例 以及七大高龄投资公式的 相信通过此书 不仅仅让我们读懂未来产业方向 更能帮助我们在致富道路上少走弯路